上课时经历的生死时刻 一半半 这是月考成绩 全校到地 七顶半主人还敢把我吃打吊屏的 还怎么又来个真乐啊 把券都打开 来 今天我 一道一道奖 来 你看我干什么 看屁 第一大批 多借开 把你答案写给你来 没毛病啊 哎呦我的妈呀 那写的还没毛病呢 司马医 告诉他大叔 鲁迅是浙江少庆人 你说说你天天跟司马医在一起玩 跟这么大兵们 你干啥不是呢 你们答答题能不能长点心 咱们的卷子看一眼 过过脑子 来看这题来 老奶奶家和超市的距离是五公里 老奶奶从家四秒钟到达超市 那老太太在传授了 公交车警停一站到达终点后 剩三点五个人 那一把了 一件衣服 打折前三百把 打完折算出了一万六 来 谁卖的 来看这道题 一只AC是一条线段 我在中间点了个点 命名为点B 来得住 上来告诉我 B是什么 得住 终点 终点 那斯马仪给你贴行我都听着了你还写不明白 硬眼来给你个机会 B是什么 还卖面积起呢 不宁起这至上是什么念到这里 啊 来 我给你们出到前段题来 这个正方形 有几个角 哎 打错了 不是五个 不主任我举手 这题谁知道 硬眼 四个眼 哎没毛病 那么我在中间花一条直线 这是什么 轰着 巧那是什么玩意子踢的 这两批打得那样 啊 就你们这把 气势我了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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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I'm feeling like I'm feeling like I'm feeling like a baby lol